資方勞方面對面 調解人 坐中間 像這樣的勞資調處 每天都在上演 新北市有一名外商公司主管 任職二十年 為公司申請多項專利 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被減薪百分之十五 優秀公司 補付工資 分紅 獎金等等 調解時資方表示 減薪經過員工同意 公司也沒有發放獎金的義務 經過調解人調處 最後資方同意 寄付驚人的三千萬調解金 受到疫情影響 減班 砍薪等等因素 去年新北市勞資調處案件 高達四千七百二十件 連續兩年都這麼多 換算下來一天至少十件起跳 協談是天天爆滿 勞方成功爭取金額 高達新台幣三億元 我們也會有包括勞動檢查 或者是尋求包括律師法律訴訟的一些補助 甚至我們可以協助在勞動事件法庭上的一個 律師的一個輔助 勞資爭議排行榜第一名是欠工資 包括加班費高達四成 再來是資遣費也超過兩成 還有退休金等等 民眾遇到勞資問題 不要以為小蝦米對大鯨魚 要為自己的權益勇敢站出來 近新聞叫做謝宏瑞才報道